长安城内有一个算卦的老头 占卜算卦从无一事 可谓是严实若神 百灵百艳 一时间远近闻名 求者满门 求卦者有以渔夫最多 因为他们每次求卦出海 都会满载鱼虾海鲜丰收而归 水族经和龙王听闻此事后不愿意了 好你个元首成 指使渔夫残害我水族子民 于是经和龙王摇身一遍 就幻化成了一个俊俏书生 他要到人间去斗一斗元首成 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未不先知 美挂毕灵的本领 长安城内 一个名叫刘全的正在求终身挂 元首成拿起龟甲铜签一看 那是惊恶不已 再抬头一瞅 就瞅见了经和龙王 先生请恕我直言 今日你夫妻会发生口角 你会有丧气之痛 刘全还纳闷呢 我妻子贤淑体贴 我们爱有家 怎么可能会吵架呢 挂相如此 我送先生一句话 外事都从屋子起 逆天之事不可行 先生赶紧回家去吧 谨记 能把屋子想通了 或许可逃此一劫 刘全给完挂钱 那是赶紧起身跑回家 刘全刚走 经和龙王就走了过来 你这个老头 简直是信口慈黄 算个破挂 还收那么多的挂钱 元首成笑了笑说道 我送你四句话 速转身 莫停留 要不挂 书人头 经和龙王就是来找茬的 于是他们就打了一个赌 谁要是输了 就把自己的巷上人头送给对方 那赌啥呢 就赌什么时候下雨吧 元首成不慌不忙的龟甲一摇 就说道明天下雨 经和龙王不屑地问道 那明天什么时候下雨 雨有多少寸 明日沉时不雨 四时发雷 五时下雨 未时雨足 供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 经和龙王心里肯定在想 我一个龙王也做不了主的事 你个糟老头子能会提前知道 不管怎么说吧 既然打了赌 那就看明天能否会下雨吧 经和龙王刚走出来 就听到路人说要去刘全家看热闹 看看刘全今天会不会丧机 经和龙王也想看看元首成算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百灵百艳 于是他就隐身来到了刘全的家中 自古以来女以悦己者容 刘全那肤白貌美的妻子 正在梳妆打扮 高高的鼻梁 樱桃般的小嘴 再加上她那宛如瀑布式的长发 活生生的就是仙女下凡 这时一个丫鬟喊到相公回来了 妻子赶紧让丫鬟出去 把门带上 自己则弄了一个纱巾盖住了 还没梳好的头发 刘全还纳闷了 这大半天的关门干啥 妻子扭扭捏捏地说道 相公 你等会儿再进来吗 刘全的上去就要破门而入 结果丫鬟还想阻拦她 自己的家自己还不能进了 那你哥谁谁心里也不爽暗 推门而入的刘全一瞅 妻子劈头散发的 又上下打量了一番 怒气冲天地质问道 为什么慌慌张张劈头散发的 妻子就说 让你晚点进来你飞不停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这个解释有点牵强 于是刘全就四处寻找隔壁老王 妻子不满地问道 你查到什么了 本来刘全想发火的 猛然间就想到了 袁守成给他说的 万事都从雾字起 刘全赶紧嬉皮笑脸地 向妻子陪不示 媳妇 是我疑心太重了 不过我有一心 这说明我足够地爱你啊 你瞧 三言两句地就把妻子给逗乐了 看到两人和好了 竟和龙王哈哈大笑地 就献出了真身 还恭喜刘全之妻 逃过了这一劫 家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陌生男子 这下玩犊子了 跳进黄河也说不清了 刘全气急败坏地就跑了出去 结果妻子一个伤心昏了过去 竟和龙王事事一把就抱起来了 走到大门口的刘全 转身一看 自己的媳妇被别人抱着 顿杆头顶一片呼伦贝尔大草原 那是咬牙切齿的 就要去和竟和龙王单挑 再这样下去 事情非得闹大不可 竟和龙王就向刘全表明了身份 也为听袁守成说 你有丧气之痛 我不忍心你们恩爱夫妻 被活活拆散 而且我也不服袁守成的挂针的那么灵验 于是这才来到你家 想要设法为你解难 既然是误会一场 刘全那是赶紧跑进屋向妻子道歉 结果妻子未正清白之身 已经自杀身亡了 这下好了 竟和龙王原本是好意帮刘全 结果间接地害死了他的妻子 竟和龙王难以置信地怒吼了 没想到袁守成的挂会这么灵验 怒气冲天的竟和龙王回到龙宫后 归丞相就问有没有找袁守成补上一贯 于是竟和龙王把他们打赌的事说了一遍 雷公听后哈哈大笑 大王您可是思语之神 这行语的事情他哪里有大王清楚呢 竟和龙王冷哼道 他居然大言不惭告诉我明日行云不语 我已经和他赌上了向上人头 回城向凤城的 现在这个点御帝还没下旨呢 大王您是赢定了 就在这时天兵天将带着御帝的旨意来了 命令巴赫都总管思语大雷神 明日沉时不语 四时发雷 五时下雨 未时雨足 总之是和袁守成所算的挂一模一样 供下雨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 接到御旨的竟和龙王那是愁容满面呢 思绪良久之后 竟和龙王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就命令风雨雷电四身 明日四时起风不云 五时闪电挂雷 回城向赶紧劝他 御帝的旨意怎么能更改呢 竟和龙王霸气地说道 全在我手上 全听我的为令折斩 为时下雨 身是雨停 脑袋个狂风暴雨 平地水深三尺 第二天风雨雷电四身就开始起风不予了 只见雷电交架 狂风打坐 刹那间大雨就像是天塌了似的 铺天盖地地从天空中倾斜而下 大水瞬间就淹没了整个长安城 百姓们苦叫连连 死伤无数 遇过天晴 长安城一片死寂 竟和龙王一路小跑 就来找袁守成来 上去一脚踢飞香炉 然后再一把夺过袁守成的书扔掉 装龙作哑的 快把人头给我 袁守成很镇定地说道 竟和龙王 你乱世之犬 指万千百姓死于非命 你违反天条 在斩龙台上难免受那一刀之苦 瑟瑟发抖的竟和龙王赶紧跪地 请求袁守成救他一命 袁守成不计前嫌地说道 明日五十三刻 人曹官未争 奉玉帝之命为刑刑官 寡相上显示 你能逃过五十便有生计 你赶紧去求当机皇上 是事能不能够救你一命 皇宫之中 李世民正在散步 谁知才刚坐下 一阵狂风过后 太监们都接二连三地昏倒在地 李世民就走了出来 瞅瞅是啥情况 这时呢 竟和龙王穿门入 托通一下跪倒在地 陛下 请求陈一命 你是何人 什么事情要朕救你一命 竟和龙王低声下气地说道 臣是竟和聂龙 殷不遵御旨犯下天条 改当朝丞相未争行刑 特求陛下救陈一命 李世民冷哼道 千百百性命丧你手 你倒是对自己的小命恋恋不舍 朕绝不会救你 竟和龙王渐软得不行 就开始来应的了 李世民 你要是把我惹急了 我立刻移山倒海 把长安城依为平地 鸡犬不留 片王无存 兔子惹急了还会咬人呢 更何况是此时的 竟和龙王呢 为了万千黎民百姓的性命 李世民 只得答应来救他 就在这时 天兵天将又来了 竟和龙王思改雨量 致百姓性命于不顾 明日五十三刻 在斩龙台斩首 果然又被元首城给算中了 竟和龙王临跑之前还说 郡无戏言 陛下千万不可失信 为了不失信于竟和龙王 李世民连夜就找来未争下击 只要我能够把你拖到 明日五十三刻之后 那么对竟和龙王也算是有个交代了 第二天快到五十三刻之时 终于魏征也熬不住了 李世民得意地说道 只要你人在这儿 你就没办法去天庭斩龙了 五十三刻一到 天神就大喊 人曹官魏征 赶快上天庭 魏征呢就元神出窍 坐上了轻衣仙童的车子 休得一下 魏征来到了斩龙台 竟和涅龙违抗御旨 残害无辜百姓 最大恶极 凤玉帝之命于五十三刻出斩 念完经和龙王的罪行后 魏征接过斩龙剑 休得一下就砍掉了龙头 行刑完毕后 天神一把就把魏征给推了回去 李世民看睡醒后的魏征 神色不对 就问他怎么回事 魏征只好如实作答 说自己在罪梦中上 天庭斩了涅龙 李世民大事一惊了 这时 太监们抬着龙头就过来了 说是五十三刻 从天空中掉下了这个怪头 魏征瞅了瞅说道 启禀皇上 这就是陈在梦中所斩的金河涅龙 李世民喃喃自语道 是朕失信于他 然后再定眼一瞅 龙头竟然朝李世民 抛了一个媚眼 那时吓得李世民 当场就贪软了 午夜时分 一阵白烟过后 金河龙王的魂魂 就来到皇宫之中 向李世民寻仇了 二话不说 瞪着大眼珠子 就往李世民身上扑去 人家可是真命天子 有金光护体 一下子就把金河龙王 给弹到十米海外 李世民你还我命来 不管李世民如何解释 金河龙王就是胡搅蛮缠的 非得叫李世民 陪他一起去趟地府 让阎王爷赐他重生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死是一个探险的旅程 所有的旅客 都是一去不复返 李世民肯定不愿意 去地府旅游啊 金河龙王也是血性之人 他看事情谈不拢 气得就把龙头一把 砸向了李世民 随着李世民大气喘喘的 也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 至此以后 受到惊吓的李世民 就卧床不起了 皇后也是很担心 李世民的身子 就对国丈说道 皇上全身冰凉 虚憾不止 这应该如何是好呢 国丈瞅四笑无人 就恭喜皇后了 皇后还纳闷呢 这喜从何来啊 国丈奉承地说道 右主登基 皇后听着 这不是皇后一直梦想的吗 这时 公主也急冲冲地赶来 看李世民了 皇后拦住劝慰道 皇上身体强壮 这会儿正在熟睡 不必大惊小怪 你就说宫中勾心斗角的生活 你受得了不 就在这时 韦征带着秦淑宝和御池宫也来了 这两位猛将一听 皇上被聂龙惊吓 自告奋勇地 就想要在宫门看守 保护皇上的安慰 皇后呢 是巴布的皇上早点归系 皇上只是略受惊吓 如此做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公主呢就说道 皇嫂 两位爱卿 一片忠心令人感动 你就依了他们吧 既然皇上的亲妹妹都开口了 皇后也不好再继续纠缠 当晚御池宫和秦淑宝两位猛将 就容装把守于宫门 身姿挺拔如苍松 气势刚见死骄养 就连京和龙王的魂魄都不敢再来造字 所以这一晚李世民睡了个好觉 精神抖擞的李世民 也不忍心两位爱将 日夜辛苦 他就问公主有没有什么两全的办法 公主稍作思考说道 不如让画师给两位爱卿画个画像 然后贴于门上 既可以阻止聂龙 又不劳累爱卿 皇上听后大赞 太妙了 午夜时分 京和龙王又来找李世民所命 但是刚到门口 就被门神所发出的金光 给逼退到了墙角 就在这时 判官带着小鬼来捉拿京和龙王呢 你瞧 堂堂的龙王竟然落到如此地步 来到地府后 京和龙王大呼小叫地嚷嚷着 李世民答应救我 皇帝金口 又怎能出而烦啊 阎王爷说道 你命中注定该受一刀之苦 又怎能怪得了别人 不管怎么说吧 京和龙王非得让李世民 下到地府与他对峙 判官说道 唐王应有此劫 不如把他请来以应结束 查看完生死不后 阎王爷救命判官 前去接应李世民了 此时的李世民 也已经病入膏肓 卧床不起了 皇后和大臣们都在守护着他 但是随着招魂帆的摆动 李世民的魂魄就被勾引了出来 来到地府后 阎王爷亲自攻身迎接他 你瞧 人曹皇帝在地府 还是本有面的 接下来就是 李世民和京和龙王对峙了 你拿百姓性命来威胁朕 朕不得不答应就你 你身为人君 既然答应了 又怎能让魏征杀了我 你身犯天条罪无可赦 即使朕把魏征留在宫中 你照样会被他梦中所斩 京和龙王不管这些 说啥也得让李世民尝命 就在这时 炼狱之火突然燃起 瞬间就把京和龙王的魂魄 烧成了渣渣灰 这下好了 就连鬼魂也做不成了 看到李世民受到惊吓 阎王爷赶紧过来安慰他 阎罗殿赏罚分明 京和聂龙 理应受猎狱之火焚烧之行 接着阎王爷又说道 陛下 你受缘已尽 不过不必担心 也为你是个爱民如此的人均 冥冥之中 上天为你增加了十年的寿命 拿过生死不一看 还真是增加了十年的寿命 李世民不由地感慨道 聂龙受猎火焚身而死 朕增受十年而生 这真是天理招账 为了感谢阎王爷 李世民就说等还阳后 派人给帝府送来所无之物 阎王爷不客气地说道 帝府百物齐全 独少难挂 阳间 李世民已经驾崩七天了 魏征自幼修的宪法 他就深信李世民能够还阳 但是国杖却极力扶持 右主登基 昭告天下 他见皇后迟迟拿不定主意 就给他递过去了一个小纸条 并且还说道 我和魏征同为托骨大臣 大全不能让他一个人独揽 御迟公听到这话 就说国杖存心不良 然后几个人就吵了起来 皇后手一抖 小纸条就吊在了地上 趁着几个人吵得正起见 皇后就命令宫女 在水中下了毒 她要毒死公主 拔掉这个绊脚石 公主也没有多想 端起茶杯一口就给干了 这时李世民突然从棺材里爬了出来 随后他就和魏征商议 去地府送南瓜之事 魏征说道 送瓜人必须是自愿之人 咱们可以张贴皇吧 就在这时 公主突然毒发身亡 皇上赶紧跑了过去 那时好巧不巧 就发现了那个小纸条 这下完犊子了 国杖和皇后都被打入冷宫凉快去了 刘全自从妻子自杀身亡后 也不想活了 他一心想要去地府和妻子团聚 但是堂堂七尺男儿 必须死得有价值啊 他就甘愿做了送瓜之人 既赚的黄金万两留给家人 又能够了却自己的心愿 刘全手捧南瓜来到地府后 唐王感激严君恩德 特命小人送来南瓜 阎王爷大赞唐王是个有心人 还问刘全有没有心愿 刘全悲伤地说道 自己的妻子因误会而死 这次来地府 就是想见妻子一面 这个要求不过分 阎王爷大手一挥 就让他们夫妻团聚了 夫妻见面那是分外的激动啊 两个人哭哭啼啼地互诉相思之情 阎王爷看不得这么虐心的场面 救命判官让他们夫妻怀扬去了 但是由于刘全妻子 以死多时肉身已经腐烂 判官就让他借助公主的身体还阳了 最后李世民昭刘全 为驸马大团圆 李世民还阳后又做了十年的皇帝 为了感激和超度地府里的亡魂 他又修建了相国寺 也为有了相国寺的兴建 才有了唐三藏西天取经之行 这也是西游记的原始动机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到了地府 你有什么愿望要对阎王爷说的吗 欢迎评论你的想法 好了没有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转发 如果你有什么好玩有趣的电影 记得告诉大雅